穷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 是一个不能错过的地方 这里树立着红色娘子军的塑像 穷海市不但拥有革命传统和红色经典 还有博敖亚洲论坛 著名的万泉河就在博敖入海 这里风光底泥 景色宜人 椰林 沙滩 骑石 温泉 亚洲论坛永久会指若护博敖 是亚洲风光与现代文明的天作之和 而四月份刚刚圆满落幕的 博敖亚洲论坛2008年会 就印证了这一切 刚刚看了这个小片 看到双江老师一直在跟着哼唱这首歌 那我想就是今天了解到 您要来我们演播室做嘉宾 我还特意把这个 我爱无止山 我爱万泉河这首歌 找出来好好听了一下 我觉得不过瘾 因为今天您到现场了 您一定得给我们来一个现场版的 是吧 海悦 对啊 我们得欢迎双江老师 我听过很多次了 但是李老师现场唱我还没听过 对对对 来双江老师 给我们唱两句 当时针指向那一刻 普天之下呼唤着同一个声音 2008 北京奥运 北京奥运展示了中国人对和谐的期待 展示着中国是礼仪之邦 奥运 中国人期盼你 中国人欢迎你 中国人祝福你 北京奥运会 中国大舞台 绽放着无限的精彩 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 同一个舞台 这个舞台 展示着中华文明的风采 悠久华夏 豪迈时代 唱念作答 我们向艺术 汲取每一个生动的细节 春夏秋冬 我们向舞环 呈现每一个灿烂的季节 北京奥运的点点滴滴 都是中国人的美好记忆 赢奥运 讲文明 树心风 是每个人的光荣 每个人的责任 奥运是新的起点 我们对文明的追求 永远没有终点 传载文明 奉献奥运 点亮圣火 畅想中国 等世界的台 唱中国的戏 联想集团提醒您 据北京奥运会开幕 还有94天 分享奥运的激情和喜悦 北京奥运会圣火继续在海南传递 北京奥运会门票第三阶段销售 今天开始 购票现场场面热烈 以残疾的身体在海上批波展浪 人在奥运年 讲述中国残疾人帆船队员李克的故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奥运进行时 今天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94天 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123天 在结束了海南省三亚市的传递之后 北京奥运会圣火于5月5号 开始了在五指山万宁和琼海三座城市的传递 当地人民用他们发自内心的喜悦 热情欢迎奥运圣火的到来 北京奥运圣火在五指山的传递起点是3月3广场 7点15分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福桂花 从北京奥组委火炬接力中心副主任 于中夫手中接过火炬 他将火炬展示之后 交给了五指山市的第一位火炬手黎玉强 黎玉强是海南省著名残疾人运动员 他曾经获得过残奥会乒乓球团体冠军和单打铜牌 能够成为五指山市的第一棒火炬手 让黎玉强兴奋不已 五指山市是黎族同胞的聚集地 当北京奥运会圣火到来的时候 黎族的少男少女们跳起了欢快的民族舞蹈 五指山市的传递全程只有1.2公里 由六名火炬手完成 是到目前为止北京奥运圣火传递路线最短 火炬手最少的一段 整个传递只用了30分钟 虽然时间是短暂的 但是当地人民的热情却没有丝毫的减弱 从北京申办成功的那一天开始 我们就一直期待 一直等候 盼望到今天 我们走过了好几个年头 终于等到了我们心中向往的奥运皮克之火 所以我们今天整个五指山 清澄冷出 人山人海 把我们所有的激情 把我们所有的热情 把我们祝福和期待 都奉献给这一天 奉献给北京奥运 火炬在结束了五指山市的传递后 乘车前往著名的华侨之乡万宁市 喜悦的心情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 万宁市的第一棒火炬手是郑文泰 在环保事业方面 郑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从北京申办成功的那一天开始 我们就一直期待 那么大家都为了完成一个和平 为了完成一个爱心 那么前半传递了这个奥运皮克的精神 在万宁的传递一共进行了三个小时 行程将近17公里 下午3点40分 北京奥运圣火开始了在琼海的传递 一共有208位火炬手参加了今天的火炬接力 在传递的过程中 圣火的到来点燃了当地人民无限的热情 他们的奥运梦想也终于在这一刻实现 在结束五指山万宁和琼海三座城市的传递之后 奥运圣火将连夜奔赴海南省省会海口 明天在海口的火炬传递起点是西海岸观海台 终点是世纪广场 全长约30.2公里 共有208名火炬手参与 在经历了两天的连续降雪之后 5月5号的珠峰大本营上空已经放晴 不过对于登山队员来说天气依然是他们目前最大的困难 而在5号召开的珠峰火炬传递新闻发布会上 这也是中外媒体最为关心的问题 新闻发布会在位于荣布珠峰大本营的新闻中心召开 针对中外媒体一直关心的火炬核实登顶的问题 中国登山队新闻发言人认为 记者们首先要了解天气对登山影响的重要性 这个登山嘛 三分在人 七分在天 实际上人的努力啊 你就是做得很圆满了 可能也就只能占到这个最后成功的30% 后面很重要的 还有70%的靠自然的一些捐物 对于登山运动来说 气象对它的影响包括风速和降雪量两个方面 风速大于气急时就会对登山者造成行走 呼吸以及营地设施破坏作用 而降雪量过大 同样会对登山者造成行军体力消耗 冻伤等方面的伤害 根据今年的气象观测 7000米上空曾经出现过64米每秒的大风天气 因此火炬核实登顶依然要遵循客观天气规律 5月5号上午9点整 北京奥运会第三阶段门票销售工作正式开始 第三阶段购票人也是最先拿到北京奥运会门票的顾客 早上7点 中国银行总行的购票队伍已经排了70多人 众多媒体紧紧包围的这位是昨晚10点第一个来排队的购票人 差不多10分钟 第一个购票人拿到了属于他的奥运会门票 8月22号和8月19号的那个决赛 田径决赛的票 一共是6张和家里人一起去当时 在购票现场记者发现坐在小板凳上认真查询购票信息的这位老人 前两个阶段他就来买过奥运门票 由于该阶段采用先到先得的销售政策 请购票人及时查看可售票信息 这样可以提高购票成功率 根据北京澳洲委的这个事先的公告呢 那么他们每天都会及时来更新这些数据 那么我们得到信息之后会及时在我们的网点啊 及时公布 但是大家呢希望还是通过公共媒体 及时了解这些信息 截至到今天5点呢 这个现在已经这个预定成功的 是超过了32万张 帆船在我国是一项并不普及的运动 然而这样一项对于健全人来说都有些复杂难懂的运动 却有一批残疾人为了祖国的荣誉 正在进行勇敢的尝试 今天的人在奥运年就让我们走进 中国残疾人帆船队的队员李克 对于李克来说 2008年最重要的只有两件事 其中之一就是7月24号 以北京奥运会的火炬手身份 在青岛参加火炬船地 成为火炬手是很艰难的选拔过程 而作为一名残疾人 要完成另一件事情 则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这就是参加9月份的残奥会翻船比赛 从出生那天起 李克就没有了双脚 只有极短的一节大腿 他在路边摆摊修骨鞋 在假发场里做过手工 尽管身有残疾 但是李克却有着很强的运动天赋 凭借着一股韧劲 他逐渐理解并掌握了翻船这项陌生而又复杂的运动 他在队里也逐渐成为了技术出众的队员 在他参加的索纳级三人艇上成为了舵手 不过即便是船上的领袖也并非凡人 具有过人天赋的李克也有着致命的缺陷 因为他比较聪明 学东西比较快 所以说学学完了以后 他的注意力容易分算 所以说没办法 我就给他安排了练字 一天两个小时的练字 拔开的那个词写四张 自从道运的愿意后边变了 反正感觉反正我还感觉比他们用的比一些价钱遗憾好感觉 我以为是我感觉以为是能改变我的人生吧 要是你们参加文会的话 就是这次08年这个参加发散 要是参加要是重的荣誉的话 第一个为国家中国了 第二个为早上天台了 第三个就是我的生活也肯定能有变化 下面让我们浏览一下国内外体坛的其他赛事消息 F1摩托艇葡萄牙大奖赛 在波尔蒂芒的阿尔加夫海湾决出了最后胜负 代表中国队出战的两位选手分裂六七位 代表卡塔尔队的美国人捷一获得冠军 国际跳水锦标赛加拿大战 5月5号在蒙特利尔结束 中国队包揽了最后一天的全部四枚金牌 至此中国队获得了本次比赛 八个奥运会项目的六枚金牌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 圣火在五指山和万宁传递的热烈气氛 中华情激情下日系列节目 特别起码为妈妈喝采 母亲节农情献业 中华剑 梁静武 陶哲 刘若英 宇泉 田镇 阎为文 贝祝 贝祥 阿渡 圣子 台正霄 水木年华 中华晓 用歌声传递对妈妈的爱 一手手唱给母亲的动人旋律 一段段讲给妈妈的情感寂寞 岁月里难以忘记的美好回忆 时光中不能割舍的母爱真理 这个周末让我们一起感受亲情的魅力 五月十日中华情特别节目 为妈妈喝采 柔情绽放 值得期待 母爱最伟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联欢下集 敬请收看 一句五十年前的口号 一个意义深远的健康理念 这稳步推进 多项施工技术创世界记录